钉牢在地上也不用 你为了拧到位 比如说你不得和把上身拧到这个位置的话 你也可以配合一点拧 一点拧都可以 明白吗 但是我们教材当中没强调你可以拧 只不过就是说你为了去做拧一点也没有关系 就是你要分清阻刺 它不是钉子钉在地上 你可以加一点 好不好 脚跟加一点挪动是可以的 嗯 好 然后我们继续讲 刚才那个记住了吗 叫做八字 立圆化修 然后现在呢我们要讲八字平圆化修 然后就那个八字把那个阿罗伯数字八给它放躺下 刚才是立的立的这样子 现在就给它放平这样子 这样滑 看见没 这么滑 哎 这就是八字平圆滑修 对 然后我们讲八字平圆滑修啊 八字平圆滑修呢 大家先跟我看一下手啊 手的感觉是你看它有个三盖 你看我比如说从左起 然后我前面的这个右手就变成手心朝上 右手左手就是手背朝上盖下来了 然后再反面提过来 看见没 再提过来 看见我的手吗 前面领的这只手手心朝上 然后后面跟的这只手手背朝上下来 然后再提 右手手心朝上 左手手背朝上盖下来了 看见没 它是这样的一个翻盖的感觉 然后它的路线就是画着一个躺着的疤嘛 对吧 所以你不要把这个圆画地了 就平着画 那么在平着画的时候 我们手在地面上的感觉画 然后我们加点俯身 会让这个好画一点 对不对 立着不好画 我们俯下去画 好了 45度俯身有了 45度俯身去做这个动作 对不对 然后我还不勾 我这样画还不爽 我还要大一点怎么样 我把拧身加上 拧 再拧 我往左拧 把肩膀拧到七点了 我再往右拧 把肩拧向三点了 我就左拧 右拧 左拧 右拧 好 我肩拧了 我的胯要怎么样 我的胯也要拧毛巾 两边都得使劲 胯也要拧 胯也要拧 看见没 然后刚才提到的是肩和胯 然后我的肋怎么样 横移啊 其实它就是一个平面的 一个横移的感觉 所以我的肋要带动 你看 其实那我这个动作的发力点 它不应该是在 肩去拧 一肩去拧 就会很僵 有一种像挪积木一样 当当当 而我是要感觉像挪那种水秀的感觉 是这种感觉的 看见没 所以它的感觉应该是 泪带动过来 然后再泪带动过来的 是这种感觉的 看见没 泪带动过来 然后你看 泪 又泪带动过来 左胯带动过来 有一种拧的状态呈现 然后我在做反面的时候 也是右胯左泪带动 让你泪带动 你的头怎么样 你的头基本上就不会主动了 你就不会 一二三四 你就会 一二三四 头也被动了 怎么样 这个感觉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 就有感觉了吧 对吧 看 大 大 你大 大 大 然后呢 头它不用大 倒过来 大倒过来 不用 因为这个动作 一拍一次它很快 你就不用倒 倒 你就 一 二 大 三 大 四 就是头基本上是立着的状态 头是立着的 然后身体是俯身的 然后你因为有身体的这个拧 你的头就自然而然的 一 二 看见没 三 大 四 就这种感觉了 你就不用 一 二 就一定要把这个小尾巴摆过来 就不用 就是随着的 大 三 大 四 有感觉了吗 上身的感觉 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配合手上的感觉 翻 大 二 大 三 大 四 然后你的手臂的感觉 它应该是你身体的延伸 那么你身体的延伸 你就不能让它觉得是一个木头桩子一样 对吧 木棍一样 冷 你的身体的延伸 你的手臂是你的水秀 身上的水秀的一部分 它应该是随着你的身体动的 一 你看咱们徒手座不带水秀的感觉 就是 一 二 大 三 大 四 是不是 两只手的感觉 就是它既揉 随你的身体流动的感觉 而它又不是 虚飘飘的 那